古人云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对面不相逢,似乎上天都已经安排好了,这辈子会遇见什么人,会错过什么人,可人一旦到了六十岁,将会和生命中的这四种人缘见,这又是出于何种缘由呢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《大道无形》,相伴多年的同事,常言道,铁打的银盘,流水的冰,在所有除去亲人的关系当中,占友意是最可靠的,就像是铁打的银盘,一旦建立起真挚的友意,必然就是长长久久,不会轻易改变,反之,最不可靠的其实就是同事情。 因为利益原因,人走茶凉,很容易发生变故,就像是流水的冰,就拿我自己来说吧,在原来的公司,干了整整二十年,也交了不少聊得来的工友,可是当去年的,我因为公司经济性财源被辞退后,那些所谓同事情,工友一变就突然之间消失不见了,最令我感到痛心的是一个铁哥们,居然到现在为止,都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, 说过一句安慰的话,甚至都连一条微信都没有发过。患难见真情,我相信大家伙跟咱的想法,应该都一样,这样的兄弟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。 不交也罢,于是,我想了很久,就在昨天还是把他从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给删除了,不过,凡事也没有绝对,有些人很幸运,在单位和公司,或许也能遇到志同道合的真正朋友, 甚至还能找到称心如意的另一半,如果是这样,却你还是要好好珍惜,毕竟这样的同事真是凤毛麟角,少之又少,不管是怎么说,甭管好同事也好,视力眼的同事也罢,一旦过了六十岁,便就要学会豁达, 慢慢试着与同事说白白了,为啥?因为,跟同事相处时间已经够多了,每天几乎都是八至十小时。 若在除去吃饭跟睡觉的时间,六十岁的你,觉得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剩下多少,为了自家的生活,还是利用这段距离退休越来越近的时间,跟同事画个别吧,回去多陪陪家人,多关心关系儿女。 我相信,只要是真心为你好的同事,他们便一定会理解你的苦衷。 年迈的父母 有这么一句话,父母在,人生上有来路,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,父母还在,故乡还在,心中依旧有温暖的一面,只要父母走了,故乡就没有意义了,内心也变得冰冷起来,因为下一个。 就到自己了,圈中的老陈,在送走了自己的老父亲后,感慨地说,时光就像是一个淘汰机器,淘汰了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人类,我们也是其中的一分子。 唐朝的张若徐在《春江花月夜》中写道,江畔和人出剑月,江月和年出赵人,人生代代无穷矣,江月年年望相似,是谁第一个看见了月亮? 江月又在照着哪一个人呢?人类终究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。 江月从古至今都是这个样子,没有任何的改变,跟父母元鉴,既代表了父母命数的终结,也代表我们将走回父母的老路。 缘起缘落,缘距缘散,不可避免。 人到六十,我们已经老了,而我们的父母更老了,人到六十,我们绝大部分的父母都已经进入了冒蝶之年,一个进入冒蝶之年的人往后余生应该不多了,也许就几年的光阴,也许还有十几年的时间,但不管如何,人到六十的我们都要做好父母撒手人寰的准备了,在这样的一个年龄,我们要实时关注父母的生存状况。 常常陪父母聊天说话,让他们的晚年不至于那么孤独,那么的寂寞。 人到六十,当我们父母突然走了,这样的悲伤会成为我们心头上的一块石头,是啊,父母在,人生上有来处,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,当我们父母突然走了,当我们再也听不到父母的唠叨,再也看不到父母蹒跚的身影,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。 只有在我们父母离开之后,我们才能深切地感受到,人到六十,父母走了,我们和父母之间的这种亲情的缘分就尽了,剩下的只是一种深深的思念,而这样的思念往往会成为一种煎熬,熬过去,我们会变得更加独立,更加坚强,但是父母不再地孤独。 依然会如影随形,而如果熬不过父母离去之苦的人,往往会变得郁郁寡欢,甚至一个人沉迷在紫玉孝而亲不在的自责中,难以自拔,因此,有些人到六十的时候,会因为父母的离去而变得难以自拔,晚景凄凉,也是很有可能的。 自己的亲兄弟姐妹 我们的亲兄弟姐妹,跟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,有着相同的童年经历,如同手足一般,亲情血浓于水,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兄弟姐妹们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,各奔东西了,有些因为距离比较远。 好几年都见不了一次面,尤其过了六十岁后,兄弟姐妹们都年老了,如果父母也不在了,少了父母,这层共同的联系,也就慢慢地疏远了,甚至断了联系,人过六十,跟自己血缘关系最深的亲兄弟姐妹,也慢慢圆尽了,这很无奈,也很现实。 偶断丝连的前任 不少人结婚后,还跟前任偶断丝连,纠缠不清,这是不太好的行为,既然无缘在一起,那就不妨把心狠下来,该断则断就好,有很多人都舍不得,认为自己跟前任曾经相爱过,没必要做得如此绝情。 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,你不对别人狠心,别人就会对你狠心,在你四五十岁的时候,跟你偶断丝连的前任就会联系你,要么跟你诉苦,要么求你帮助,那你会有什么反应呢? 按照绝大多数人的想法,都会选择帮助前任,借钱给他们,这个时候,别人就觉得有机可趁,打蛇随棍上,逐渐拿捏重感情的你,说句不好听的话,早已跟我们一别两宽的前任找到我们,都心怀不轨,多半想给我们制造麻烦,防人之心不可无,不再跟前任往来,并非狠心绝情,而是对于双方人生的尊重。 也许,在我们年轻的时候,我们曾经邂逅过属于自己的美好爱情,但是,并不是所有的爱情,都会有美好的结果,有的爱情,即使在步入了婚姻殿堂之后,也可能会遭遇意外的打击,结果造成夫妻二人的分道扬镳,当看着自己曾经深爱过的人,就这样慢慢地消失在了自己的视线里。 那种刻骨铭心的爱恋,真的会让我们感到一种孤独,一种荒芜的寂寞。 从此以后,那个曾经和我们朝夕相处的爱人,就变成了我们的前任,变成了各自安好的路人。 人到六时 我们老了,往后余生,我们要懂得和自己的爱人相濡以沫,白头到老了。 这时候,我们要知道,我们已经永远无法和那个曾经的前任破镜重圆了。 即使再次见面,我们也不能藕断丝连,好好的守住现任,守住自己的家庭,才是正确的选择。 而那个曾经的前任,我们就放下吧。 也许,从此以后,各自安好,各自过往属于自己的往后余生,这才是面对前任的最佳做法吧。 对你道德绑架的亲戚,无论什么关系,最关键的是要讲四个字,公平和理,我们都希望和一个懂得理上往来。 真图报的人接触,而厌恶那些白眼狼,建立妄议之人,但请不要忘了,会利用你,消费你善良的人,恰恰是你身边的一些熟人。 因为对你了解,他们知道你的软肋,认为反正欺负了你,占了你便宜,你也不会和他们计较,于是就更加肆无忌惮。 对于亲戚,我们从小被教育,要重视亲情,但如果你发现,亲戚总是在折腾你,让自己舒坦,在剥夺你,让自己受益,没有感恩,只有道德绑架,那么请拒绝与他们来往。 当我们看透了人性,才能明白,就算是亲人。 也可能会欺骗和压榨你,那就挥手告别,再无交集才好。 其实,所有缘分的出现,都是来度你的,对于那些孽缘,不必过于怨对,从容地远离,还自己一方纯净的天空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